分割是一切为二 内容是连贯性的 然后多重修剪是切一段一区一区一区 你可以自己自由的选择 在一个影片中可以切好几段 而修剪指的意思是 去头去尾留中间 左右各切掉不要的中间留下来 例如像你们这个就很容易用修剪 刚才我们在讲话的时候 我们诊断的时候的剪辑方法是 我用多重修剪 先把一个人一个人都剪出来 对不对 那一个人一个人剪出来之后 同学们你在听他讲话的时候 好 不好意思 我就用你了 来 听一下声音 你会不会讲的太完美啊 你都没有讲坏掉了吗 对啊他真的讲的 他这一段只能怎样 只能剪后面啊 对不对 他前面讲的太好 他接的很漂亮知道吧 他真的只能剪后面啊 来吧我们还是剪一下了 像这一段我发现我的声音很吵 我这旁边跟你们讲话的声音比他的声音还大声 所以你们等一下会可以在这边加个OS 从上面飞过去 老师请小声一点 你可以这样用那个子母画面 等一下会教你们怎么做 然后这样飞过去 当然做一个特效 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一个 同学这个讲完之后 后面那个傻笑的地方把它剪掉 就是刚好到他讲完的地方就好 好 所以我们就可以使用修剪 对去头去尾 不一定头尾都要去嘛 你可以去尾就好 头留着啊 修剪 好 所谓的修剪就是设定左跟右 开始跟结束 所以你看 这么长的一段是什么意思啊 是圆档 圆档 然后这个同学呢 是在中间这一段而已 这段是刚才我用那个 多重修院剪出来的这一小段 好 前面的位置在这里 右边在这里 所以开始节点在这 结束节点在这 所以跟我们刚才的 那个多重修院是不是很像 界面很像 但它只能一段 不一样是这里 它只能一个一段 好 所以这时候呢 开始位置在上方这儿不要动 上面这个数字的意思指的是总长度 它总共讲了26秒15格 然后它的位置是从1分08秒15格开始 是属于它的开头 它的结尾是1分35秒 那这个地方是指的是整个片段的长度 知道哈 好 那我现在如果要剪辑的我要怎么做 你让的这个时间点拉 你可以这样子 假设它后面讲完了 播一下 好 停 那谢谢之后 镜头不是拉近吗 对不对 好 我们往后挖苦一点点 好 假设这个画面好了 这是它最后讲完的画面 好 那我们结束的地方 要让它在这一个画面 所以你只要把时间线拉到定位的位置之后 看你是要设开始或结束直接按 好像我是结束 我就按下结束标记 那现在结束是1分35秒哦 按一下 结束变成1分29秒 所以有大概6秒的时间是剪掉的 知道意思哈 所以总长度也会变少 变20秒而已 OK 好 确定 这一小段就被我剪好了 所以这个是当你剪了 用多重修剪剪了一个大区块的片段之后 你想要在微调修前后的时候 才会用得到修剪 所以这三个就是影像剪辑里头的剪辑工具 分割 修剪跟多重修剪 就这三个没了 最难的就是这三个 其他都很简单的 后面就是东西拉一拉调一调很简单 好 所以这是另外一种修剪的概念 没问题吧